大家好 我是家里美初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4月29日 刚刚看到一个新闻 关于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和魁北克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什么故事呢 就是说魁北克向联邦政府提出来 能不能够把魁北克的移民 进一步的自主独立完成 也就是说魁北克始终希望 把法语成绩作为魁北克移民的必备要求 那除此之外呢 魁北克还希望在最终获准联邦的 就是说枫叶卡的这个部分 也由魁北克自主来决定配额 或者说发放移民签证 大家都知道 其实所有的移民产品 不管是省提名也好 还是技术 还有什么 还有投资类 最终移民签证的发放 都是由联邦联邦的移民局来进行 进行最终的一个确定的 工签 工签和这个工签是工签 审批的部门 移民是移民审批的部门 移民一定是属于联邦来负责移民的提签 然后特鲁多回应了这个事情 他说我们支持魁北克自主 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联邦的这个移民的部分 他是怎么说的 说的比较好听对吧 政治家都是这样说的比较好听 反正是自主权一定不会说 给到你魁北克自己去 去下放到魁北克啊 那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就是完全让魁北克 完全的对他的移民进行 人员素质要求的一个 百分之一百的控制 还是不可以的 实际上相当于说 魁北克可以做的 就是发一个省提名证书 每个省其实都是这样 能获批的 在每个省的权力范围内 能做的就是魁北克叫CSQ 然后其他省叫省提名证书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就是省提名 就是省里同意 我愿意你来我们省 未来有可能成我们 我们省的这个永久居民 这是这个 但是联邦还要进行审批 联邦的就是移民签证的部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魁北克的项目 我们之前也讲过 但是我觉得可能 今天想通过一个表 然后更清晰的让大家 对魁北克的产品进行一个了解 因为其实我始终认为魁北克 在魁北克生活还是非常非常舒适 安省的物价 相对安省的 我以前讲过安省的房价 安省的物价 魁北克的这些生活成本会低 而且这个城市也还 我觉得还比较适合生活 去了两次 也比较生活化 当然老外 法国人肯定是 就是这种法语 法国的土著 肯定是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法语 法语没问题 肯定能生活 但是法语有问题 你也能生活 因为毕竟 这些法国的土著 他们也都能讲英语 所以说沟通方面 生活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了 我们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好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 这里正好有一个小黑板 我把它用起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魁北克 这个黑板上写字 本身我字写的还可以 但是这个黑板不是很好写字 有些字写的很恶心 魁北克的移民 它其实是分三大类 留学转移民 雇主担保和自雇 好 那我们 首先看到留学转移民 它其实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PEQ 一个是英语授课 那么推荐呢 读两年的书 然后有三年的开放工签 这里面PEQ就是说用法语授课 或者说用英语授课也行 但是要知道 走PEQ通道未来的 毕业以后 要工作两年才能递交 CSQ的申请 然后法语要达到B2的成绩 这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申请人 那么英语授课 它的好处是 目前 就全英文授课嘛 然后 未来它走的是 ARIMA通道 ARIMA里面 目前暂时 英语和法语 都是可以单独的 听说读写 每个单项 是单独的一个加分 好 这是关于留学转移民 然后雇主担保 就是ARIMA通道 相当于说我们不留学 我们直接 人就在境内 或者说我们在境外 那我们直接有雇主 来担保我们 我们就开始递交 如果ARIMA通道里面 获邀了 那么我们就直接申请CSQ 相当于是魁北克的省提名 这是雇主担保 先把大概的讲一下 境外的话 就是直接递交 也是先获邀 ARIMA通道获邀以后 然后递交CSQ 递交公签的申请 或者是在入境以后 转CSQ 好 那么第三个自雇移民 我刚才查了一下 魁北克的政府的网站 他已经把这个地方去掉了 首先魁头 魁头就已经暂停 我认为未来开放的可能性不大 然后startup visa 在魁北克 他也有自己专属的startup visa 创新 叫创业投资 那现在也找不到这个链接 应该来讲 他一年总共就是20到25个名额 我估计是已经用完了 就把它删掉了 好 那么在这个部分 还有三个临时的试点的项目 一个orderline food 我认为这两个都应该是CD类的固质担保 然后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也就是说你也找到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岗位 在2026年1月1号以后 以前 那么这个项目是试点项目是生效的 但是这三个项目 他都要求法语是B2的成绩 CLB7 那就应该是B2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就是很不容易达到 很不容易达到 所以魁北克移民没有很多的产品 我认为最大的机会就是流血转移民 因为走这个雇主担保 阿里马通道 它的这个耗时非常长 它不像其他省的省提名 就是我们一匹配雇主 马上省提名 一两个月就可以获邀 这个魁北克的这个阿里马通道 它的这个筛选目前主要是以计算机啊 或者是老师啊 幼师啊 护理啊 医疗啊 方面为主 偶尔会出现通用的 就是说分数你只要达到了 那么它就一起获邀了 名额总的来讲 就是对专业的要求还是少的 除非现在开始申请 我觉得可以考虑 如果你没有法语成绩 因为从魁北克的这种意识 它跟联邦的这个沟通来看 它未来越来越 就是它始终那个骨子里面 就是想要你一定要有法语成绩 所以说这就是未来魁北克 因为它申请的时间长 阿里马或邀一个是慢 第二你申请CSQ也慢 然后再申请公签还慢 然后到联邦 就是它前面的这个省提名的部分慢了 你后面联邦的部分都一样 就是整体时间就会很长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所以为什么推荐大家 如果想想办魁北克移民 在魁北克 因为它的这个生活还是很OK 对不对 那如果是想到这长期生活 建议的话 就是从留学转移民这个角度来 因为可以拉三连开放工签 足够有时间来等待CSQ和联邦的申请 所以这是魁北克 当然魁北克还有护理 好像还有一个护理 然后雇主担保的话 阿里马境内申请 那你境内如果没筛选工签 比如我现在在境内有普通的工签 对不对 在工作 然后我筛选阿里马 但是一直没筛到 好筛到我了 我再申请CSQ 我的工签会过期 那么雇主需要再申请工签 给帮你 就是会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而且就是 就是会比较麻烦 所以说手上如果有一个三连的开放工签 不管你是在其他省读书 还是在魁北克读书 然后之后呢 找到魁北克的雇主 那么就可以走阿里马通道 但是如果你选择在走阿里马通道呢 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如果你在魁北克留学 它会有加分项 所以如果考虑魁北克 还是一步到位 留学 那就在魁北克来留学 就不要去别的省 否则的话 加分也加不上 分越高 肯定是获邀 可能性越大 所以总的来讲 魁北克移民就没什么好产品 选择留学转移民 这是魁北克目前来讲 比较好的一个方案 就是我就认定魁北克了 然后 它的房价便宜 物价便宜 生活方便 那么我就留学 留学以后 留学以后 那么我就在这里长期生活 打持久战 因为毕竟房子也买了 家也在这里安了 小孩多学一个法语 也没什么关系 也很好 那么我就 卯足了劲 就就就办留学转移民 不管是PEQ还是英语授课 如果选择英语授课 读两年的书 那么 那么未来一定要做好 做好法语要考到B2 才能够移民的这样一个准备 因为魁北克的移民政策经常变 他今天说 英语和法语 在ARIMA通道里面 都是单独加分 他明天就可能改 他今天不是已经跟联邦谈了吗 要把法语作为必备的条件 所以说他这个法语 优先的这种 这种思想是 一定永远不会变 所以移民魁北克 除了目前 这个最佳方案 就是 先读书 然后再申请ARIMA 或者是人在境内 有了雇主 比如说我们也有雇主 可以匹配 那么你现在已经入境了 我们可以帮你是去申请ARIMA 走这两个通道的话 未来在没有拿到移民身份之前 一定要做好准备 就是要把法语考的B2 这就是魁北克移民 好的 有更多关于魁北克 或者其他城市 国家的移民申请 也欢迎联系我们家的美出国 我们客服微信仍然是 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